什么叫超熊综合体 这就是 什么叫天生坏种 这就是 只因走路时 与路过大妈发生了擦场 他就用砖头 敲碎了大妈的脑袋瓜 事后 更是将大妈的头颅砍下 塞进排水沟 然而 面对这一切 穷凶极恶的他却狡辩成 自己只是因为喝了酒 平时喝点酒 一是调戏这些中年父母 第二个就是脾气比较暴躁 喝点酒 就跟别人发生争吵 脑架之类的 深夜旅宝来谈 催眠好奇又下饭 2014年7月21日 铁路工人老王像往常一样 对四川省内江市市中区的铁轨进行检测 可就在这时 一股难闻的气味让他无法正常工作 于是 老王像旁边正在耕种的农民借来锄头 打算看看排水沟里是被人丢了什么 这一看不要紧 吓得他扔下锄头就跑 原来 老王看到水沟里有一具裸体女尸 稍微平复下心情后 老王立即拨打了报警电话 十几分钟后 内江市公安局的刑侦技术人员相继来到案发现场 经现场勘察 他们发现水沟里的确有一具女尸 但头颅和随身衣物都已经不在 凭以往经验 技术人员推测 死者与凶手之间应该有极大的仇恨 随着勘察范围的扩大 技术人员在水沟边又发现了一堆灰烬 在这里面 技术人员找到一条还未烧光的女性肩带 种种迹象都在表明 这是一起有预谋的情杀 或者报复性杀人案件 而且凶手具有很强的反侦查意识 为了能尽快确定死者身份 技术人员对案发现场做了地毯式搜索 很快 一幅面积不到两平方米的广告牌 引起了他们的主意 在这上面 可以明显的看到一些血迹 经检测 这些血迹都是死者的 难道凶手是通过这幅广告牌 将尸体搬运此处 果然 技术人员在排水沟周边检测到一些 疑似拖拽尸体产生的血痕 由此 技术人员确定发现尸体的地方 并不是案发第一现场 只是凶手的抛尸现场 随即警方调来了警犬 在他的帮助下 技术人员将勘察重点转到了铁路边的小树林里 这个小树林里案发现场只有100米左右 左边是内疆市的主干道 右边是当地居民经常游玩的公园 随着勘察的深入 技术人员在小树林里找到大量血迹 以及树木折断的痕迹 很明显 死者与凶手在这里有过搏斗 小树林应该就是案发第一现场 可死者为何要来到这个小树林呢 凶手和死者又是什么关系呢 带着这些疑问 警方调取了案发周边的监控录像 将海量的监控录像仔细看了一遍后 警方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在7月18日晚上23点59分左右 有一个男子拿着一张广告牌向案发现场走去 经画面比对 这张广告牌正是出现在案发现场的那张广告牌 来到案发小树林旁的主干道士 男子在这里坐了下来 可没多久他就向小树林里望去 貌似听到了什么声音 在经过一段时间的走访调查 侦察员找到了监控录像中的男子 并在公园的围墙下找到了他曾经拿的那块广告牌 原来这个广告牌是一家公司为了做宣传而制作的 用过之后就扔掉了 而监控中的男子也只是一名拾荒者 将广告牌捡到后就想着到小树林边席地而睡 由于该男子精神不正常 时不时会做出让人想不到的行为 所以警方不光第一时间排除他的协议 也无法从他身上得到有价值的线索 万幸的是 技术部门在这时传来好消息 经尸检 法医确定死者身高在一米五五左右 体重在八十斤左右 年龄在四十五岁左右 在得到这些信息后 侦察员立即以案发现场为中心 对周边居民进行走访排查 希望能找到类似失踪人员 经过几天的排查 侦察员一无所获 不过负责从网上查找线索的侦察员 却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在一网站上 侦察员看到一则寻人启示 其中的失踪人与死者的信息高度吻合 难道这名失踪人就是死者 随后 侦察员来到发布寻人启示的人的家中 经信息核实 以及DNA比对 最终侦察员确定 死者正是失踪人王某 然而 让警方没想到的是 王某是一个重度抑郁症患者 平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根本不与外界联系 每天晚上吃完饭后 就独自一人在路边散步 从不与人交流 更不会与人发生矛盾 加上王某平时外出只为了散步 一般不会带手机和财物 因而 警方一下子排除了财杀 情杀和仇杀的可能性 顿时间 警方有点犯难 三种最常见的作案动机都被排除 接下来又该从何处对此案进行侦察呢 在案件侦察一波三折的关键时候 警方将所有的侦察重点转向视频监控 希望在这里找到凶手的蛛丝马迹 结合死者失踪的时间在7月16日 以及法医给出的死者死亡时间 图真人员将案发周边7月16日晚到7月17日的监控录像化为重点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看了一段又一段视频后 一段监控录像引起了图真人员的注意 录像显示当时一个穿花衬衫的男子与一个穿白色衣裤的女子 在案发的小树林边发生了争吵撕扯 甚至打斗 虽然当时的画面很模糊 但王某的家人一眼就认出 那个穿白色衣裤的女子就是王某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个与王某发生争执 穿花衬衫的男子具有重大作案嫌疑 随后 侦察员对监控录像分别进行了倒查和检查 希望能找到该男子行踪轨迹 但遗憾的是 由于内僵尸的监控系统安装的较早 记录的画面都很模糊 在侦察员的努力下 也只能在海量监控录像中找到几个与嫌疑男相似的画面 由于光线问题 侦察员只能看出这几个画面中的男子的身高相似 但都无法判定他们穿的衣服是否为同一件 出于慎重考虑 警方将这些画面发给有关图像辨别专家 希望他们能确定下 这几个穿着不一样颜色衣服的男子是否为同一人 然而 调整侦察方向后 侦破工作仍难以向前推进 这时 有侦察员提出 会不会是因灯光的效果 让专家误认为这几人不为同一人 一语惊醒梦中人 随后 侦察员穿上一件与嫌疑男相似的花衬衫 来到实地做模拟实验 最终发现 即便侦察员穿一件衣服 最后得到的监控截图都是不一样的 最后 侦察员在结合监控录像中男子的走路姿势一致 便确定几段监控录像中出现的男子为同一人 确定这一点后 侦察员只需要把这些监控录像拼接在一起 就可以大致得出嫌疑男当晚的行动轨迹 甚至能得到他的目的地或者来源地 然而 此案并没有侦察员想象的那么简单 拼凑起来的监控录像并不能还原出嫌疑男的行动轨迹 更找不到他的后续行踪 一时间 案件侦破陷入了死胡同 随着对监控录像调查的无功而返 侦察员只好及时调整侦察思路 经过长时间的分析研判后 经验丰富的老刑警提出 既然不能将嫌疑男的行动轨迹拼接出来 那会不会是他在这期间乘坐了交通工具 毕竟之前所有的监控录像都是调取的路面监控 为了验证这个推测是否正确 侦察员来到内疆市的出租车公司 公交公司等处 调取车上的监控录像 但是出租车一般只保留两到三天的视频 只有公交车保留半个月左右 于是 侦察员查看了在案发时间段 会经过案发现场所有公交车的监控录像 没多久 角落里的一个黑影引起了侦察员的主意 这个黑影看着像是一名男子 偶尔的反光也可以看出该男子穿着花衬衫 更关键的是 该男子的走路姿势 与嫌疑男的走路姿势很相似 由于男子身旁停有一辆公交车 监控记录的内容仅此而已 那如果能调取到男子身边的公交车的监控录像 岂不是可以掌握到更多相关男子的信息 然而 要想找到这辆公交车的监控录像并不简单 当时 那将是有800多辆公交车 车上用于存储录像的硬盘并不是专车专用 由于会随机抽查 每辆车会在不同时间安装不一样的硬盘 没有办法 侦察员只好将800多个硬盘里的录像 全部调取回来 然后一个一个的观看 这次 幸运女神站在了警方这边 在看到第208个硬盘时 侦察员得到一条重要线索 在监控录像里 侦察员看到嫌疑男曾经乘坐了这辆公交车 更关键的是 监控探头拍下了男子的正面照 后经侦察员的走访调查 得知该男子名叫罗某 1963年生人 那将是东兴屈人 无业有名 父母双网 常年独自一人生活 再经过一段时间的不控 2014年8月21日 警方在罗某一朋友家将其抓获 面对审讯 罗某交代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据罗某供述 案发当天 罗某的朋友过程人 邀请他到一家饭店喝酒 好酒的罗某当人不让地喝掉了一瓶白酒 之后不尽兴的众人又在歌厅喝了不少啤酒 此时罗某才感到一丝头晕 打算回家休息 当乘坐公交车来到案发现场附近 罗某又接到酒友打来的电话 让他马上回去喝酒 因此罗某就在这里下了车 开始摇摇晃晃地朝来的方向走去 走到小树林市 与死者王某擦蹭了一下 喝了酒的罗某大声喝止 对于这个 向来脾气暴躁的死者王某不甘示弱 不多时 两人就发生了争执 甚至动起手来 然而 士丹力博的王某根本不是罗某的对手 不多时 王某因头部被罗某多次用砖块击打 停止了呼吸 眼看王某已经没了呼吸 罗某没有想到呼救 而是使用广告牌将王某拖到水沟边 在这里实施了分尸 事后更是将尸体扔到排水沟 到此 案件真相大白 罗某因自己的行为必将受到严惩 这起案件再次告诫我们 冲动是魔鬼 三思而后行 同时喝酒需适量 不要贪杯 宝贵